当然上个礼拜因为影片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好像忘了 刚刚看发现还没还没传上去 所以待会会把它再传 后来发现有贴了 发现这个连接好像是上一次的 也是第一次的 所以我待会会改一下 不过这个目录是跟上个礼拜上个内容的时候是一样的 上个礼拜我们主要讲到就有关那个逻辑控制的部分 那逻辑控制里面的话 最重要就是那个if 就是逻辑的判断 那里面当然包含就是 如果你是一重逻辑就一个if 如果你还有其次的其他的东西就else 中间还有更多的elf 一直elf下去 那他的写法我想基本上 最后面一定要加个冒号 冒号一定不能少 然后阶层也不能少 你enter之后一定要 就是要一个tab 就是要下一行一定要前面一个tab 你不能你如果不缩牌的话 那python会认为是你程式有错误 为什么因为以前如果写java 如果你没有写过java应该知道大瓜糊 那以前要用大瓜 可是现在他不用大瓜糊 他反而用一个tab去取代大瓜 其实我觉得还蛮符合实际上的这种精简的要求 因为以前大瓜糊写那么多 你会发现程式越写 感觉好像越写越多 实际上也没多少行 但是光大瓜糊头跟尾你就要非常注意 而且那个结构头跟尾你就不能少 那现在就变成说用那个定位点 用tab去取代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当然我们就是在讲到有关 这个python怎么样把它转换成VBA部分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python毕竟它的视觉化部分工具 其实相对的比较少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说真的杀机不需要用牛刀啦 OK 或者是说呢 你的问题可能比较来源 可能跟微软的那个solution比较有关 也许你是从微软的相关像assysmssql等等的 那如果你用那个ecell来解决 有时候相对的是比较简单 那但是呢 如果说今天呢 我们要把python的写法要转换成VBA的话 我上次有大概分享一下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有一个那个逻辑判断的范例 包含就判断年龄啦 判断成绩啦 然后再来就判断BMI OK所以我们有利用那个Google一下BMI 会有一个范例体 就输入身高体重 然后呢 算出BMI之后 再计算出BMI 并且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好那我们有练习那个脱离资源嘛 头要双引号 前面要双引号 然后后面的话要换行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该怎么做上礼拜有讲到 那再来就是计算面积 面积的话有个pi 那我们必须input一个mass 的一个module一个模组 然后module这个mass的module里面的话 有个pi的一个属性 你可以透过这个pi的属性 去抓到那个圆周率的部分 你就不需要用背的 那这个部分会用到有关input的叙述 那未来如果 你外部的包含就是说 你外部的那个模组 那这些也许是他已经帮你安装 已经装到那一步了 但是你他还没有帮你啊 就是加到你的那个函事库 里面的话你要必须跟他讲说 我要input进来 这个input有的时候 有些函数不是内建 不是本身一启动就隐含在里面的话 那你可能要透过input的去 像mass蛮常用的 另外后面还有个os也蛮常用的 os我们前面还有用过吧 就是强制他跳离城市的话 有一个os.exist 就是我们可以强制城市 跑到这边咯 就离开 那我们可以用os的这个 也是一个模组 那可以把它这个完成 那另外的话呢 回圈部分的话 用for回圈 把那个加总的部分 加到1到99 另外我们有练习那个基数部分 那基数部分 我举三个例子 如果你要基数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if的逻辑判断 能不能被二诊除 如果能够被二诊除的话 那就比较偶数 偶数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什么continue continue意思是跳过 他就不执行下面的叙述 另外的话 也许说你就是用person 取得他的余数 也许等于1 那你就是把它累加 不等于1 那偶数就不加 或者用最后一个step 我们好像有讲三种方法 那反正这三种方法 有的时候你要试情况去使用 不过里面最简简单用step ok 你就逗点一个step 给他就好了 那最后的话 有练习到一个九者惩罚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都把它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下面有这个完整的影片 点击的话 那就可以看到 不过这个连结 我刚刚好像贴出 我待会更正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回去 好像有整理 但好像整理一半 可能忘了 后面之后也没有同学提醒我 因为理论上以前 其他班如果说 我隔天 如果没有收到影片的话 那表示老师忘记了 你就没有给我 老师影片怎么还没上传呢 这样就好了 ok 我就知道 对我原来忘记了 通常是不太会忘记 不过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事情一多 忙起来就 就可能会有遗漏 缺漏的 不过 当然这部分是给各位方便 ok 因为这段不是一定必要的 所以你也不要说 而且这个东西 不会永久存在 但也不会说 一下就消失 所以你可以自己行备份 你只要不要 就是把它下载 馈赠给别人的话 那都没有关系 ok 当然欢迎 主要是给各位 学习上的便利 尤其是后面的课程会越来越复杂 程式会越写越多 那如果一下子 当然有部分没有听懂的话 后面那当然更接不上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这些东西的话 我都把它放云端上面 好 那云端网址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有讲那个 gg.gg那个网址 蛮好记得 gg.gg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那理论上当然 我是把它放云端白板上面 那有 等于是这个 等于是我们的云端的讲义了 那另外今天各位有拿到这一本上课用参考书了 那我讲过这个书 可以给各位当延伸练习 但是每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人写作习惯不同 所以可能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书的解法 跟我的解法或许 当然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不过不一样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每个人真的写出来的结果 习惯不同 写出来会不同 因为如果我今天拿他的程式 我会讲得非常不顺 因为我不能够模拟那个作者 他到底怎么想 然后去写那个程式 那我有时候干脆什么 我自己用我自己习惯的方法写就顺了 我也不用特别去背他到底怎么写 所以特别是以后如果你 你拿我的程式写完之后 恐怕最好你自己再写一遍 你用你自己习惯的写法再写一遍 那你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你千万不要把我的程式背起来 那没意义 因为我的东西 以后你可能也有相容性问题 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很熟了 如果你完全不熟 你先背我的好了 不然你完全都写不出来 你只能在那边发呆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 那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第三个单元 回圈的资料结构 后面有个制定函数 那里面当然上个礼拜的东西 我刚刚讲的其实这边都有 我有把这个有一些重要的步骤 还有就是原始码 这边都有 那今天的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如何撰写一个 星号输出一个三角形 OK 那这个三角形大致上这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写一支程式 它可以怎么样 帮我输出 第一列一颗星 第二列两颗星 以此类推最多到 第13列的话 就13颗星 我们是1到13 OK 如果我今天要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所以其实有点类似 就是怎么办法表的写法 当然写法很多 比如我第一个 我可以for i 列的话 这个i当成列 那就是什么 从第一列到第13列 所以我们用in range 第一到第13的后一个是4 OK 那后面的话 我必须要把它输出什么 输出几颗星 所以几颗星的话 是用什么方式来输出会比较 前面我们有一多 99号里多一个J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输出是不是需要一个J 或者是需要什么样 可以把结果跑出来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想想看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